第169集 大一入学,赵雪梅就是舞者,而且淬炼了一只骨,相当于这么多天下来,他只淬炼了40块骨骼,七个月40块,想达到二品巅峰,起码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。 大二结束,踏入二品巅峰,大三进入三品,这才是魔舞优秀生的标准,在魔舞,能在大三踏入三品都是极其优秀的,比赵雪梅这些人次一等的,毕业前达到三品,也算是小精英了。 傅昌顶这几位二次脆骨的,毕业前有希望迈入四品,这才是真正的添骄人物。 要是没有方平,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进步不算满,在毕业前达到三四品,没人会觉得自己差,可此刻,众人却是觉得自己太满了。 方平见他说得黯然,有些无奈道, 别跟我比啊,我跟你们不一样,我家里穷,所以我得更加优秀。 切,众人纷纷比,傅昌顶骂骂咧咧道。 你再说你穷,咱们全欧你。 真的? 哎,老师来了。 等到老师进门,接人才结束了交谈。 方平有些无奈,我是真的穷,干嘛不信我呢? 我穷,所以才更努力,你们要理解。 班上的大课,听得方平有些想打瞌睡,哪怕五道基础课,那是真的基础。 到现在了,还在讲装功战时镜的修炼,讲一品镜的脆骨,讲基础战法的入门。 方平总觉得自己优秀的有些过分了,班上除了他们几个, 其他的小心嫩,现在还在为迈入一品巅峰而奋斗努力着。 要知道,这群人在外界,个个也是天才,不是天才,哪能尽魔物。 哎,原来,我都这么优秀了。 方平低叹一声,这是不给别人活路呀。 难怪大家都看我不爽,明显的极度。 昏昏沉沉中,课程结束。 下午的自然地理课程,方平那才叫积极,学得叫一个认真, 看得周边的众人都愣住了。 方平又是做笔记,又是积极举手,询问老师各种问题。 一堂课,方平一个人问了半截课。 在五大,文科学科不太受重视,地理老师也是舞者,可只是初入二品。 在魔舞,初入二品的老师也就文科老师了。 平时大家上课都打瞌睡,方平一问,这位地理老师也高兴, 两人谈得兴起,差点都忘了还在上课。 原来辨别方下挺简单的嘛。 结束了地理课程,方平觉得收获不小,没有太阳。 没关系,没有北极星,无所谓。 直北真没有,那也不碍事。 看植物生长方向,茂密程度,树木年轮,居然都能分辨方向。 方平觉得自己收获很大,刚走过来的傅昌顶忽然道。 你露痴啊! 扯淡! 那你是趴在地枯迷路? 傅昌顶惊讶道。 哦,你完了,千万别走丢了,要不然你肯定迷路。 老师说的方向辨别都是针对有太阳的情况下。 太阳的光照方向才是植物可以让你辨别方向的基础。 地窟没有太阳,听说只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能源矿石充当太阳的功能。 虽然和太阳一样,也能日落日出,也能提供万物生长的能量。 可能圆框散发的能量是均衡的,也就意味着植物不会有背阴的一面。 你学的都没用。 方平呆住了,是啊,好像是这样。 傅昌顶同情地看了他一眼,拍了拍他的肩膀,惋惜道。 记住了,一定要和我们一起行动。 走丢了,你走不回来了。 一个无方向感的人,走在完全无法辨别方向的地方,除非有参照物,要不然,丢了是必然的。 方平咬牙道,我有方向感,只是有些不认路。 再说,地窟就没建筑了,没地标,能源太阳也能当标志嘛,完全没必要担心。 希望如此,怕就怕人家的太阳一直处在你头顶上方。 傅昌顶无情地打击了一句,这个方平倒是没想到,下一刻,深以为然,点头道。 晚上我问问看,只要真一直顶在头顶上方, 那自己真得小心了。 看到方平匆匆离去,傅昌顶咧嘴笑得开心。 嘿,你小得又有今天啊。 以前还真以为方平真的处处都比她强,现在看来,也不是没缺点的吧。 晚上,特训班第一次人员集合,和上次都是大一的新生不同,这次,熟人很少。 大多数都是陌生面孔,整个大一,参与进来的总共九个人。 方平,赵磊,傅昌顶,杨小曼,陈云熙,赵雪梅,唐松挺,李赵旭,金磊。 当初的十人交流赛队伍,徐一凯前几天刚踏入一品巅峰,到现在还没进入二品,这和当初受伤轻重有关。 交流赛决赛,徐一凯拼掉了重伤的方文祥,自己也受了重伤。 痊愈的时间比其他人慢了一些,大一九个人,剩下的九十一人,来自各个年级。 方平几乎都不认识,他不认识,傅昌顶这几人倒是认识不少人,这几人还是武道社的成员。 众人之中,其实目前就方平不是,金磊他们也在踏入二品之后加入了武道社。 而在场的一百位学生,按照傅昌顶的说法,九十九个都是武道社的,唯一一个不言而喻。 方平也不在乎,撇嘴道,我才不当小兵呢。 现在去武道社干嘛,他三品高段或者巅峰在近,最差也是个副社长,说不定社长都能做一做。 当个大头兵,除了挂个武道社的名字,有啥好处? 傅昌顶他们倒是加入很久了,可七个月下来,也就发了三颗普通气血蛋,平时还得帮着武道社打白工。 包括主持学生的切磋,学校场地的维护,日常的巡逻,事情不少,还得经常开会。 方平虽然觉得白拿的好处,不拿白不拿,可这些麻烦事太多,还不如安心修炼。 我们倒是想让你马上成为社长,可惜,没戏啊。 那可未必。 方平寻思着,自己踏入三品巅峰,能不能靠气血耗死张雨。 赢了,自己当一当社长,也未必不行。 杨小曼无语道。 你先打败了秦凤卿再说社长的事儿,他当时想到社长,好几天没看到人了,大概还在养伤。 迟早的事儿? 迟早是多早儿? 下学期,秦凤卿大次了,你难道又等他毕业? 方平不理会的,烟雀安之洪湖之之。 我方平的目标怎么可能是秦凤卿? 宗师才是目标,老王都是附带的。 当看到唐峰的时候,方平一脸痛苦,难难道。 怎么又是你啊? 魔舞没导师了吗? 这大狮子怎么哪都有的? 魔舞的导师六品镜的,二十人有吧? 无品镜的一大把,为什么每次都是大狮子主持这些事儿? 唐峰仿佛听见了,余光瞥了他一眼,脉步走上前台,开口道。 这是魔舞,一年内第二次组建特训班。 第一次为了魔舞荣耀而战,第二次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战。 短短时间两次组建特训班,也开了魔舞的先河,也意味着情况愈加的危机。 今日来到特训班的同学,我想都知道接下来要面临什么。 原本轮不到你们这些二品舞者去地窟,可现在不得不提前准备。 家国天下。 轻飘飘的四个字,平日听到了,恐怕也是复之一笑。 然而今时今日。 唐峰语气忽然高昂了起来。 今日,我们便能理直气壮地说一句,我被舞者,为家,为国,为了这天下而战。 自古以来都说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,可千年一将,唯有这百年来的舞者,才配得上这八个字。 这一刻的唐峰,不再那么冷峻,那么严肃,那么不尽人情。 舞者,敢战,必战。 我舞大舞者,从不怯战。 自我魔舞创效以来,今年刚好五十周年。 五十年来,魔舞战死宗师三人,中品舞者九百二十八人,三品舞者五百一十二人。 每年,三品学员死亡十人左右,中品舞者接近二十人,十五年,战死一位宗师。 方平愣了一下,魔舞,死过三位宗师。 而且,中品舞者死了这么多,舞者不是军队,任何一位中三品舞者,都是无数资源堆积出来的,都是天之骄子,都是人杰。 可魔舞,五十年来,居然战死了近千位中品舞者。 我魔舞,有英列祠。 孝石馆顶楼,便是英列祠所在。 原本,我想带你们去看看,去看看我们的先辈,同辈,抛头颅,洒热血,到底值不值得。 可我想了想,最终还是没选择去孝石馆,此刻的你们还不懂,还不明白,看到的也只是一个个无法记住的名字。 听着我给你们讲述他们曾经如何如何,现在的你们还没资格去知道,去记住他们。 有朝一日,当你觉得你为何而战,为谁而战,这一切有了答案,你再去,你才会知道,英列祠是什么。 战死地窟,是舞者最高的荣誉,我被舞者,唯有死战,死战不退,死战不祥。 唐风的话音,震耳欲愧,方平众人皆是沉默。 所以,今日加入特选班,当暴以决一死战,舞一身还之行,你们能做到吗? 能! 有人大吼,唐风却是吃笑一声,淡淡道,也许吧。 今日的学生真的明白吗? 他们不明白。 今日信誓旦旦,我当死战,不死不还。 然而,真进了地窟,真见识到了大战,又有几人不心生怯懦之心,人类真的有未来吗? 此前的比赛,任务,在唐风看来,真的只是小儿科。 没再说什么,唐风略显疲惫,不是身体上,而是心态上的疲惫。 特选班的目的,大家都清楚了,特选班,不选班长,不分优劣,但是,我希望在特选班,能组成剑制,最少,也要组成属于自己的团队。 舞者,向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,你们需要一群能将后背交付,生死相托的战友。 百人的队伍,在地窟很显眼,我给你们的建议是,主舰的团队,低于十人。 当大的队伍被打散,你们各自的团队,都尽量保持完整编剧,这样,可以增加你们生存的几率。 有人文言马上道,唐老师,一定要加入团队吗? 唐风淡淡道,当然不是,团队的意义在于相信彼此,你被迫加入,反而拖累了团队,可以单独相处。 可你们要记住,地窟,处处都是敌人。 你能做到不眠不休,一直保持警惕,你能做到重伤之下,有人救你一命。 当你觉得,你一个人在地窟,也可以过得很自在,那团队有没有,都不影响什么。 宗师强者们,行动的时候大多都是艺人,他们能做到,你们可以吗? 文化的人牺牲,唐风继续说道, 团队的组件不是一朝一夕的,不是说非要在本班找,你可以找任何人,前提是,你觉得他能在地窟生存下去, 哪怕普通人也可以,当然,普通人带入地窟,那是拖累你自己,找死,我们也不会拦着。 我建议,找一些实力相当的队友,可以一起成长,一起进步,这样才能长久,才能形成默契。 说完了第一件事,唐风说起了别的。 除了团队的选择,进入地窟之前,要加深大家对地窟的深入了解,从明天开始,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, 这一个小时,会有导师给你们上课,关于地窟的课程,包括地窟地理,地窟人文,地窟生物种类介绍,地窟有价值的物品介绍, 人类在地窟的据点分布。 方平忽然道,老师啊,人类在地窟也有据点。 唐风看着这小子就不输他,他不喜欢这种蔫坏的家伙,总觉得会被卖了数钱。 听到方平问话,唐风哼道, 废话,没有据点,难道将战场放在地表吗? 每个地窟入口,都有人类的据点,甚至是城池。 当然,那也是军事重镇,一切为战争而打造。 为了打造这些城池,人类付出了无数代价, 不过这样的城池极少,大部分都是军营,以军队驻扎。 内部一支军队,外部一支,双方轮流驻扎。 所以你们平时知道的驻军,其实都是两支队伍。 在摩都,在很多地方,都有驻军部队。 要是按照地面的探测,确定军队数量, 那华国的军队要少一大半。 方平撇嘴,哑的,问句话而已,哼啥哼, 显得自己鼻子很畅通。 贴了一眼一旁的赵磊,赵磊脸色漆黑, 余光看向方平,眼中满是怒火。 你再揍我试试。 没再看他,方平继续道, 那地窟有太阳吗? 唐峰皱眉道, 这些等上课再问, 我现在只是给你们介绍接下来的安排。 这小子废话忒多, 没听我说以后每天晚上一小时吗? 那有实战课证吗? 方平,闭嘴,听我说完。 唐峰有些受不了他, 你等我说完了再问,会死吗? 唐峰有些无语, 喝了一声,马上到。 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实战课程, 地窟知识讲起课程, 特训班也会组织实战培训, 包括生存培训。 极限生存,荒岛求生的那种? 方平再次询问, 出去! 唐峰忍无可忍, 气得鼻子都冒火了。 方平轻叹, 我就是试探试探你的忍耐度, 结果发现, 你不行啊! 他确定了, 大狮子短期内宗师无望, 这样也好, 说明自己可以追上他, 迟早揍他一顿, 这点气度都没有, 咋当宗师? 心里想着这些, 方平拍了拍赵磊的肩膀, 迈步就往外走去。 赵磊脸色黑得没法看, 唐峰见状有些无言, 半赏才喝道, 坐下, 从现在开始, 没有我的允许, 不许询问。 自己这学生也是废, 被方平吃得死死的, 三天两头的满头包来上课, 唐峰都不记得, 这几个月下来, 赵磊脸肿了多少次。 方平也不矫情, 继续坐了下来。